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 對每個人來說 都是一個遮風避雨 又充滿溫暖的地方吧 有的人住公寓 有的人住透天 甚至 有的人住獨棟豪宅 雖然說起來現實 又有點殘酷 但 至少人還是有機會做選擇的啊 然而 你的墮露呢 卻沒有選擇的權利 今天 就由你 來選擇屬於他們的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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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說明一下塑膠本的優點 它的優點有 價格低 重量輕 耐用性非常的高 塑膠的缺點呢 也就是它的 透水排水還有透氣性 是普遍的不好 像 這種 只有幾個孔洞的 對於多肉植物來說 其實 透氣性沒有到非常的好 甚至是有些孔洞更小 更少 所以 我認為 透氣性的 這個問題是它唯一一個 缺點 那我這邊有三種 我自己蠻推薦的 塑膠盆 第一種呢 我要介紹的就是這種 小方盆 小方盆的大小有非常多種 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用這種 小方盆來做 小苗的一些栽種 擺設起來 還有擺放起來 是非常的整齊 跟規律 那第二種呢 我推薦的是它叫做 控根盆 那它在底部呢 它的開孔非常的特殊 就是在側邊 也有 也有開孔 那這是日本人 發明的一種控根盆 很多在日本 宅種快根的大神呢 都使用這種盆栽作為 作為宅種的盆器 如果你需要發根的話 我是蠻推薦你這種 控根盆 那它價格也不高 那第三種呢 我會推薦的就是 快根植物是什麼 那一集呢 開頭白色的 的搭配呢 就是以這種 叫做黑膠盆 作為白色 這種黑膠盆呢 它的厚度呢 非常的厚 大約有快到一公分 不過呢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 它在底部呢 送來的時候 通常都是沒有孔洞 所以它必須要自己用電鑽 或者是手鑽洞 你要自己控制 就是 我會挖這麼多 這麼多孔洞 讓它透氣性好一些 那 不得不說 它的材質 還有它的質感 是非常的好 但它的價格 不算便宜 大約一個都要 100上下的價格 不過它有很多的大小 可以做 做選擇 這個也是 我自己挑塑膠盆的一個 考慮的點 就是 它的厚度 夠不夠 又關於它的耐用 耐用性 雖然說塑膠 很耐用 但 它在陽光曝曬啊 還有 長期下來的一些 一些栽培上 可能會有一些脆化 或者是 變質的一些問題 所以 在材質的選擇上 也非常的重要 水泥盆 那麼我自己本身 是不太喜歡水泥盆 所以我身邊沒有一個 真實的植物的擺設 可以做展示 然後就拿了家裡的 擺飾呢 也是水泥盆 來做講解 它的優點呢 就是 它的風格是 簡約風 走一種清水模的風格 很常在 官業植物 會看得到它的出現 價格上也是 非常的便宜 因為水泥是一個 非常好取得的一種材質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的透氣性是算蠻好的 表面上有很多的細小的孔洞 可以幫助排水跟透氣 但它的缺點呢 就是 非常的笨重 而且它的盆栽呢 是屬於 異裂的 材質 水泥呢 本身是 鹼性的物質 栽種植株的話 會影響到植株的根系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選擇一個水泥盆 就要用 五鹼水泥 所做的水泥盆 第三種呢 是 陶盆 那我自己本身呢 使用陶盆的數量非常少 不過我近期呢 非常的喜歡陶盆 尤其是 在 臉書上 或者是社群上 看到了那些 日本 手工的陶盆 還有近期 台灣的一些 陶藝家 還有陶藝的工作室所出的一些陶盆 都非常的喜歡 那我先說明一下陶盆的優點 它的優點呢 就是透氣性跟排水性是 加的 那甚至是 出陶的陶盆 就是沒有上右色的陶盆 透氣性是 更好的 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非常的好看 就是 非常有特色 甚至是 右的顏色 那 它的缺點呢 也是 就是 重量的問題 重量它是 它是屬於一個有質感的重量 所以 我個人沒有那麼排斥 那另外缺點呢 也是你摔到它 它也是會破掉的 那另外一個缺點呢 就是它的價格普遍的偏高 如果你是選擇 手工製的陶盆 或者是一些工作坊出的陶盆 價格會來的比較高 那 我自己是很喜歡 很喜歡這種陶盆 因為 每個都有 獨一無二的一些 氣息 跟特色 像這種 右色啊 它們也非常適合 拿來種植 跟擺設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囉 希望以上的分享 對你挑選 盆栽 是有些幫助的 如果你有些疑問 或者是還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的留言欄 告訴我 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bye bye